洋花落尽此归体 温暴楼飘过无息 好 那我走了啊 行 你慢点啊 我正中那边还有个车 我赶紧给他去提借 好 再见 刚刚把别克喂了 给客户叫完 现在要出发 今天刚刚订了一台 别克军威 郑州的客户 然后安排到郑州提的 现在我已经到高铁站了 半个小时左右就到吧 终于到达别克赛斯店了 去找客户去 这一台白色的军威 就是今天提的第二台车 我到的时候 客户已经手续办理的差不多了 白色的军威也挺好看的 这一款车我们这儿 目前也是优惠五万多 由于这一款车是豪华版的 所以说它的落地价在17万左右 因为汽车的行情是一直在变化的 所以说没有具体的价格 现在肯定不会往右走 让大家看看内饰 没拿钥匙 打不开车门 看看里边吧 中枯奶和这个方向盘这样的 然后棕色内饰 多工能方向盘 这米方向盘 加导航到时候影响都有 那个精英版呢 是米白色内饰 只有这个豪华版呢 是这个棕色内饰 这是它的那个换脑呢 都知道 习惯就好了 捷克就因为这一款车 1.5T 匹配9AT变速箱 硬件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它的这个悬架比较偏舒适 它比卖日宝卖的好的原因 一 它的车标 二 舒适度 三 内饰 价格也比卖日宝贵了一万多 一会儿就开始叫车了 现在把链板给贴上 这一款车从侧面看 车身线条设计的特别流畅 就是它的立地感比较强 让人第一眼看着就感觉这一款车比较好看 好 慢走啊 再见 好了 别克惊威已经叫车搞定 当天订当天提 直接安排提车了 然后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希望大家给个关注 谢谢大家